市长林志坚参加二月份治安会报 在会中表扬五位机优援警 同时已宣布推动顾健康填装备 建天社与补人力四大政策 听社部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交通队跟北门派所 他合在一起办公 那么空间非常拥挤也不服使用 那么市长知道之后 在去年还有今年也大力的支持 我们已经通过了 准备在未来在金国路两段这个地方 我们会新建一栋最新的一个交通队的听社 这个会让远景办公的环境会大大的提升 那最重要的在人力部分 市长从上任到今年 也增补了大约112名的警力 这个是大大减轻了我们远景的一个工作上的负担 在健康方面 新竹市是全国唯一用专款补助警察 建检的县市 从美人补助3500元提高到4500元 远景的健康部分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用专款补助远景建检的一个县市 那么今年111年 我们把远景的健检预算列入常态性的预算 而且金额从3500元提高到4500元 那么另外在装备部分 市长也是大力的支持 这几年我们市府跟民间共同合力 投入了大概一点多亿的预算 我们增购了大概90几辆的警用汽车 400多辆的警用机车 这些都大大提高我们远景打击犯罪的能力 市长林志坚上任以来和民间合作投入上亿元的经费 添购92辆警用汽车 446辆警用机车 强化警察同仁查气犯罪工具 6年来更增补了112位警力 减轻人力负担 提高治安执勤效率 凯布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